在本节的视频课程里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论 叫做TF-IDF的一个表示方法 那这种表示方法的来源呢 或者它的intuition就来自于这两点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表示出来 就是并不是出现的越多就越重要 然后并不是出现的越少就越不重要 把这个现象或者这个观点 能够融入到咱们的一个表示方法里面 我们该怎么做呢 所以这是TF-IDF的一个表示方法的一个核心 那首先啊我们一起来看 TF-IDF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定义 那这是TF-IDF的官方的定义啊 就是TF-IDF每个单词的TF-IDF值呢 我们有我们可以通过两项来表达 而且最后的结论是这两项的一个成绩 那首先第一项呢叫做TF的 也叫做TF 那这个TF呢什么意思呢 就是文档第一中 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文档还是第二个文档 就是然后呢去数一下这个单词出现的词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不考虑右边的这个项的时候呢 那TF-IDF它表达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基于Count-Based Repentation 这个方法是一致的 所以当我们不考虑这项的时候 就是等同于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那个方法论 就是我们在文档里面数一下每个单词出现了几次 然后呢出现几次我们就把它设置为几次 比如说二或者三 所以前面TF-DW这个方法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叫做Count-Based Repentation 好 那这个方法TF-IDF的一个主要的区别在于第二项 就是IDF这一项上 因为我们除了词评 我们也需要去考虑一个一个项 叫做IDF的项 那IDF的这个项呢 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它的核心是在考虑 考虑单词的重要性 单词的重要性 所以这项非常的重要 然后这项它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呢 其实核心思想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 就有些单词呢 它在很多的句子里面出现了 比如说像he或者the 那这种单词其实经常出现在很多的句子里面 所以一旦出现在非常多的文章里面或者句子里面 我们反而会觉得这个单词的重要性比较弱 但相反呢 那有些单词呢 它可能没有出现在很多的句子里面或者文章里面 然后它反而就出现在了那几个句子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反而会去考虑这个单词的重要性要大于其他的这些出现频率更高的这个单词 那这是IDF这一项的一个思想 那这一项呢我们怎么表达呢 我们通过这种logN除以NW的方式可以把它表示出来 那这里面的N代表什么意思 N代表就是语料库中文档的总个数 就是咱们的语料库里面比如说有100个文档 那这个时候呢N就等于100 对吧 N等于100 比如说N等于100 然后NW是什么意思呢 NW就是说在100个文档里面 咱们的当前的这个词它出现在了几个文档里面 比如说它出现在了五个文档里面 那这个时候就是N减去NW就等于20 所以当我们计算N和NW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这个单词的重要性 所以这一项我们怎么理解呢 我们先不看log这一项啊 我们首先就看这部分 就是N除以NW这一项怎么理解呢 其实理解起来很简单 就是总共有几个几个文章 然后呢在多少个句子和文章里面出现了这个W单词 所以这一项呢在分母里面 也就是说我出现的评次越小或者越少 咱们单词的重要性是越大 对吧 所以假设我100个文章里面 在只有五个文章里面出现了某一个单词 那这个单词的重要性是显然是很高的 但相反 类似于像He这个单词 可能在100个文章里面 它出现在了90个不同的文章 那这个时候那He这个单词的重要性要远远低于刚才我们所讨论的这个单词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思路是这样的 然后前面我们加了一个这种log项 log项 那log就是我们不希望后面的这个值变得太大 所以我们通常会加这种log这一项的 所以总体来讲 咱们TF IDF呢 它就两个项的一个成绩 那一方面呢我要考虑某一个单词它出现到底几次 那另一方面呢 我也希望知道每个单词它的重要性是多少 所以TF IDF值就是他俩的一个成绩的形式 所以这种TF IDF呢 是在几乎在所有的文本分析里面 或者文本的一些这个分类的任务里面 是最为常见的或者最为常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那TF IDF也是在面试当中经常会考到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把它学会掉 然后呢要明确的知道这里面什么叫TF 什么叫IDF 那总结我们做一个总结 那TF呢 它指的是一个文档里面 一个单词出现的评次 那我们只看TF这个值的时候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它等同于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 Count Based Repentation 那另外呢 TF IDF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 我们后面成了这样的一个IDF的像 那IDF这个像呢 它其实就是在考虑一个单词的重要性 那这个重要性怎么去衡量 也就是说这个单词在很多的句子里面都出现了 那它的重要性显然是不高的 但是这个单词呢 在很少的比如说句子里面出现了 那反而这个单词的重要性可能会越大 所以这个思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程式来表达 就是N除以NW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NW它是分母 所以它越大 相当于它的重要性就越小 反而它越小 它的重要性就越大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前面我们加了落相 就是为了防止后面的这一项变得太大 好那这是TF IDF的一个核心的思路 也是一个核心的计算的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给大家介绍 TF IDF这个值到底怎么去计算 那这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那这里面我们给出了三个句子 那这是句子一 然后这是句子二 然后呢这是句子三 然后呢给定三个句子之后 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需要去定义咱们的词点 那这是第一步 就是我们需要定义咱们的词点 那这个词点 就是说我们需要去简单的数一下 在三个句子里面出现了多少个不同的单词 然后把不同的单词通过某一种顺序 把它放到咱们的词点库里面的过程 那首先我们先不考虑什么任何的顺序 那今天 然后呢上 NRP 然后课程 课程 然后呢今天它已经出现在 所以我们就不再加入了 然后呢 得 然后呢课程已经是有了 然后呢有 然后意思 然后数据 然后课程 课程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不再添加了 然后呢也 然后呢有已经有了 然后意思已经也添加进去了 所以最后咱们通过一个扫描 扫描的工作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词点 那这个词点呢 总共包含了九个单词 对吧 九个单词 所以咱们词点的 这个大小等于九 大小等于九 好 那这是词点库的一个建立 所以第一步骤 我们做的事情呢 就是构造这样的一个词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怎么把每个句子把它转换成 TF-IDF的向量 那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句子 首先看第一个句子 句子一 那第一个句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个一个去看一下 就是它这是第一个句子的向量 那今天呢 它出现在了咱们的第一个句子里面 而且有一个今天 对吧 有一个今天 所以第一个turn frequency 就TF 它的值是1 然后我们再乘上IDF的值 那IDF的值怎么计算呢 就是今天这个单词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今天这个单词 它在两个不同的句子里面出现了 对吧 不同的句子里面出现了 所以它的IDF值什么呢 就是log 分母是2 分母是2 因为在两个句子里面出现过 然后分子是什么呢 分子就是整个文档的个数 那这里面就是每个文档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每个句子 就是每个句子就是一个文档 所以总共有三个文档 所以针对于今天这个单词呢 它的IDF值是后面的 然后那TF呢 因为在这个句子里面出现了一次 所以是1 好 那接下来再看上这个单词 那这个上这个单词呢 出现在了咱们的句子里面 对吧 第一个句子里面 所以它的频率 也词频也是1 所以1乘上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上的IDF值 到底多少 那上呢 它出现在了 只出现在了一个句子里面 对吧 一个句子里面 所以我们就知道 它的分母是1 然后呢分子仍然是3 在总共有三个句子 然后呢 其中的一个句子 包含了这个上这个单词 好 那接下来看NLP 那这个NLP跟上也是一样的 它只出现了一次 而且只在咱们的第一个句子里面出现了 所以也就是1乘上log3除以1 好 那课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课程呢 它出现了一次 所以1乘上log的 然后看一下课程 它在第一个句子里面出现了一次 然后呢 在所有的句子里面 其实它都出现过 都出现过 所以我们就知道 它的IDF值就是log的3除以3 在三个文档里面 对吧 然后呢 在所有三个文档里面都出现了这个单词 叫做课程 所以就是log3除以3 然后呢 得有意思 数据也呢 它没有出现在咱们的第一个句子里面 很明显的 所以后面都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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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把它做一个简化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就是log3除以2 然后呢 log3 然后呢 log3 然后log多少 log1 然后呢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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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出 句子1的向量 就是这个形式 就是久违的 那它仍然是久违的 然后呢 它跟咱们的词点的大小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句子2 句子2怎么表达 那类似的 比如说今天出现在了句子2里面 而且出现的次数是1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1乘上log的3除以多少呢 3除以今天出现了两次 在两个句子里面分别出现过 所以3除以2 然后我们再看上呢 这个单词没有出现 所以是0 然后呢 nrp呢 没有出现0 然后呢 课程呢 它出现了一次 对吧 在第二个句子里面出现了一次 所以1乘上log的3除以3 3除以3 对吧 3除以3 因为课程它分别出现在了三个不同的句子里面 所以3除以3 然后 得出现了一次 所以1乘上log的3除以多少呢 它这个得只出现在了句子2里面 所以它只出现了一次 对吧 一次 所以分母是1 然后呢 有呢 它出现了一次 然后呢 有在两个句子里面分别出现过 所以idf值就是3除以2 然后最后 像ese 也是出现了一次 对吧 一次 然后它的idf值呢 就是3除以 意思 它出现在了两个不同的句子里面 分别是句子2和句子3 所以2 然后数据呢 数据没有出现 所以0 也呢 没有出现 所以是0 所以最后 咱们句子2呢 可以表示成log 3除以2 然后0 0 log 1 log 3 log 2分之3 对吧 然后呢 log 2分之3 最后 0 0 好 那这是句子2的一个向量的表示 那它仍然肯定是 久违的 然后它跟 词点的大小 也是一模一样 那最后我们来看 句子3的一个表示方法 那也是类似的 我们就快速的可以过一下 那今天没有出现在句子3里面 所以是0 然后呢 上呢 没有出现 然后nrp 也没有出现 然后呢 课程它出现了一次 对吧 出现了一次 然后再乘上idf值 idf值就是log3除以 出现在了三个不同的句子里面 所以3除以3 然后呢 d没有出现 所以是0 然后呢 有呢 出现了一次 1乘上log3除以 这个有 在两个句子里面出现了 所以3除以2 然后意思呢 也是出现了两个句子里面 所以1乘上log3除以2 然后呢 数据它出现了一次 就是仅在句子3里面出现了 所以1乘上log3除以1 然后呢 也呢 也也是只出现在了句子3里面 对吧 句子3里面 所以1乘上log3除以1 那最后 就是0 就是0 0 0 log1 0 log3除以2 然后log2分之3 然后log3 log3 所以这是最后的一个向量的表示方法 也是久违的 也是跟词典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是TFIDF的一个表示方法 就是我们加了一个IDF这样的一个向 就是我们来代表这个词的一个重要性 它的程度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 我们再考虑这个词出现的一个频率 所以把它整合起来就得到了TFIDF的值 然后通过这种刚才这种简单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得出每个句子每个句子的一个TFIDF的向量 所以这些呢 我们把它统称为TFIDF的向量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也是TFIDF向量 其实虽然 目前来说深度学习很火 而且很多人现在更希望尝试用一些 像词相量或句子相量的方式去表达一个句子 但是即便如此 这种TFIDF的表达方法 目前来说应该是最为流行的 而且最为高效的 而且效果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TFIDF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非常非常的明确 需要明确怎么去计算每个句子的TFIDF值 那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总结 那不管我们刚才讨论了几个 几个重要的概念 那第一个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用 one-hot representation 来表达一个单词或者句子 那这下面呢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个叫做 boolean-based representation 然后呢第二个方法呢 比如说像count-based representation 然后第三个方法呢 我们刚才讨论的TFIDF的方法 来表达一个句子 那尽管如此 其实这些方法我们都统称为叫做 one-hot representation 那这样的方法它到底 反正非常的有效 但是呢它仍然会存在一些问题 那具体存在什么问题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这里面简单的例子来去思考 那我们知道在one-hot representation 这样的一个表示方法下 怎么去表达每一个单词 每个单词 就是无论我们采用的是这里面的哪一个方法 那我们表达一个单词的时候 我们仍然是用比如说01000 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然后呢爬山呢也是一样的 那爬山也是比如说0010 这样的方法来表达 所以这种表示的方法 单词的表示方法 它到底有哪些缺点呢 那这里面给出来一个思考题 叫做我们怎么去评估 两个单词之间的相关性 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是 我们怎么去计算两个句子之间的相关性 但现在我们反过头来去看一下 我们怎么计算两个单词之间的相关性 比如说这里面 我们 我们和 运 我们和爬山 他俩的相关性 从直观的角度来讲 它是要小于什么呢 小于运动 和 爬山的相关性的 就是他俩的相似度 肯定要大于他俩的相似度 那这样的一个表示方法 我怎么通过 这种one-hot representation的方式 把它表示出来呢 或者用一个严格的数学方式 把它表示出来呢 那这是留给大家的一个简单的思考题 然后呢 具体的答案 我们会在下一次 下一次的视频课程里面去揭晓 首先大家花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 通过刚才我们讨论的 一系列的方法论 我们怎么去评估两个单词之间 在语意上的相似度